大家好,我是布什麽,今天我刚刚收到了我之前从国内淘宝运的一些东西,就是过来新西兰,然后现在就做一个开箱,顺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人在国外,然后从国内海淘的经验吧,因为用这种转运服务可能也已经用了有过三四年了,那么我会在开箱完毕之后再跟大家说这些,所以如果你不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呢,你可以看完开箱,就那个关掉这个视频就好了,那首先,因为我那个箱子很大,所以我就是没办法把它放进去, 放到这个视频里面,我就在镜头外面开箱,剪那个包装过来,然后我再在镜头里面说,那首先你看到这里有四支笔,是因为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买了一支这个万宝龙145,我这个呢是从朋友那里收的二手,所以就是价格啊什么这方面就不方便在这边说了,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合算的价格吧,因为这个橙色看起来是蛮新的,我之所以想买这支笔呢,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这个是146,我非常喜欢这支笔,然后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尺寸,是蛮大的一支笔了,所以149我想可能就是有点太肥, 对我来说就拿着可能不太舒服,那我之所以想买145,就是因为我之前总是从图片上看到145,我觉得就是它很修长,看起来特别秀气,我觉得很适合女生用,放好像有点歪啊,放进口中间来,然后这个大的是146嘛,我就想给大家比较一下尺寸,所以145跟那个白粒金M400,白五龟放在一起,大概是这样,算是可比较的size吧,这个长一些,因为它确实看起来比较细长, 但是比较的这个地方,白粒金是要那个粗一点的,你看它笔尖很小耶,145,看到吗,嗯,就是这样,我觉得145,就我的手在女生当中应算不大不小吧,我拿着我觉得挺不错的,日常书写非常好,然后这个是那个派克的小豆,你看这两个尺寸就比较接近一点,是吧,然后比较这个地方的粗细也是比较接近, 就是这个地方的粗细,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小豆的比今天会大一点,我刚才试了,已经上了墨水,我上的是万宝龙的土耳斯泰,那个还是,那个我的好朋友点点送给我一整瓶新的,就是特别感谢他,要不然,就是我在新西兰也不太好买那个墨水,然后这就是,嗯,书写感受跟146蛮像的,它们是一个系列,然后就是,嗯,因为这个是二手嘛,所以可能因为别人经过书写,所以这个比较滑一点,我觉得比我这支146,我用的不是那么轻,我总是换来换去的,把笔, 所以每一支笔用到的那个频率就不是太高,那我的146稍微那个粗细会大一点点,都是EF间的,好,这是第一个开箱的东西,就是这支笔,然后我的那个转运呢,它很有意思,它也不care你到底买了些什么,所以我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单总的那个包装,它也没有给我打开重新包,它就是把它们全部放到了一个大箱里面,然后给我寄过来,嗯,这个是我买的那个,应该大家会知道,就是在,它这个包装还不错,在淘宝上有一家, 它店叫做哥斯拉小姐,好像叫这个吧,它家专门做那个布贴的,就是送了一个贴纸,因为我今年的Hobo不是买的有几个纯色的皮吗,我就想可能是不是需要装饰一下,但是收到之后,我觉得纯色的皮,就是看着干干净净的也挺好,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东西去把它弄得花里胡哨,但是就,这些你弄的衣服上应该也蛮好看的,我这个买的是一个系列的,就是这种,星球爱宇宙这种我特别喜欢的梗,嗯,我觉得它质量也还不错,跟图片非常符合,这个很满意, 然后呢,那个它家的,那个刺绣贴使用说明,我很喜欢这个,要不能听,然后,这是送的,什么,然后两个那个恐龙的,这个还真的挺大的,我之前也没有看尺寸,嗯,我觉得很酷,那个如果本子上不用呢,可以贴到包上,书包上,或者什么牛仔外套的背后啊,什么的,好,这是一单,然后我有这个, 其实我都不记得我买了什么呢,因为,就是从国内过来的那个EMS,就是买的慢的,嗯,我之前在微博上吐槽过,就是日本的EMS过来最多四天吧,就能送到我手上,但是国内的总是要弄到一两周,好,接下来这一段我就剪掉好了,因为这个包装真的很难开,好,拆掉那个外包装之后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桶,就里面拿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大概, 大概知道这是我买的什么,应该是一个,画水彩图油白胶用的毛笔,我太佩服这个店家了,这个包装啊,非常的给力,就是,我买了三支,就是这么,这么小的,你看,毛笔,嗯,那家叫什么呀,阿毛什么的,这个笔,有笔上写的这些,不知道对上胶没有,就是这样的笔,然后,再来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已经看出来是什么,就是Instagram上面,非常火的那个网红印章,我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印章,我就觉得太好看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才能买到,所以就求助那个万能的大淘宝,然后就买到一套现货的,非常期待用这个,我觉得跟TN很配,嗯,好,这个你们应该见到了很多,就不多展示了,接下来是这个,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我觉得我录这种开箱视频真的是,展示一个东西就那么一两分钟,我开那个每个包裹的时候, 就要开很三天,这个打包也是,我们知道,哎,在西西兰这种这种泡泡纸,你还是得在外面买那种一卷一卷的,不便宜的,但是每次我从国内买这些东西就好像不要钱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和你的卷的半卷的,然后我以前还会觉得,说明以后我能用到,我都把这些留下来,就,省了一大笔钱的感觉,但后来发现我也没有什么要记,真的,这真的是,非常足为高的, 哦,天哪,好,这是我买的那个区别针了,因为我,就是想自己做一些那个放在茴叶上的,那种像书签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就是新西兰,我就我当地的书店了,我居然都没有找到金色的这个,这个,灰形针,所以这种东西都要从国内买,真夸张啊,我告诉你们,这一盒是五块钱,五块,二块五还五块二,银色的是两块五,这个是五块二,哎,他刚才给我的那些那个泡泡纸,在新西兰就不知道要挤纽币, 那人民币要几十块钱了,然后,好,哪两个那个,好展示,就是这个,仓服的那个牛皮纸,红,赤色和青色,各买了一卷,这个也是买到了现货,特别开心,我之前看到那个,千叶家上了,上了这个纸,然后上了这个叫什么,叫贴纸,我就赶紧去拍了,但是他又联系,我说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音乐系统问题,您拍的这些东西没货,我好郁闷,然后我又跟那个,咱们那个万能的大音,说了一下, 这事,然后他就给我找到了一家有现货的,我就赶紧去买了,哎呀,大音太厉害,好,这是另一半,这是从那个,这是这家叫什么来着,反正是那个买文具的小伙伴都二叔能详的一家,我买了两个,呃,那个单词本吧,就是这个,我最近呢,那个,又开始学一下韩语,所以我就是,因为之前点点送了我一本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把一些单词抄在上面,有时候出去遛狗干嘛,我就拴,拴口袋里面,然后就自己,没事儿, 就想到,我就拿出来看一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然后买了四卷这个MT的,那个贴墙,五卷了,MT贴墙的胶带,哎,为什么这个有两卷,就一样的吧,我记得我就拍了一卷,我看看发票,哦,我拍了两卷吗,好吧,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收到的时候发现自己,怎么那么蠢,好,就是买了五卷, 因为我就是要把它拿来贴墙,呃,如果贴的成功呢,我再照片给您展示一下,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变签,我很喜欢这个主题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蛋,黄,人吗,哈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觉得挺好看,我就买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五卷的双头马克笔,我怎么觉得我骂人了,五卷的双头马克笔,呃,一头是深色的,一头是浅色的,这个,听说它是防水的,所以我觉得,嗯,值得试一试,我就买了这么一盒,颜色比较,嗯, 比较中型,不叫中型,颜色比较,白搭的,对,好,继续,这,这是什么模的,好像是我买了英文书法的东西,结一加买的,呃,就是我,我,我,我心里有,我知道我要买的笔尖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就直接去搜那个型号,然后,这是两个,这是,我买了这个吗,Hunt, 这个什么东西,什么看不清楚,好,反正就是两个鼻尖,然后,这边是我买的笔杆,我好像买了几只,这笔杆,我就是乱买的,我不知道我要买,我只知道我要买鞋杆和纸杆,我都想买,然后我就随便买,就是一个鞋杆,我知道我要买,这个地方是金属头的,嗯,长这样,嗯,就是这个,然后,还有两个纸杆的,我觉得,反正样子还行,买了,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最近要从国内买一单东西,那你就是毫无下限的添加到购物质,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是一个,我先买,是一个,那个活叶本的打孔器,所以当时,哎,我还送过两只笔,太好心了,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要买什么牌子,我就问病病,然后病病跟我说,这个牌子,他说他也没用过,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我就试试吧,这个东西还挺重的,就是,嗯,我在新西兰也没找到这种打六孔的那个,打孔,打孔器,是吧,你们觉得新西兰有什么,只有羊,蜂蜜,奶粉,哎, 这个东西还蛮重的,这个也不贵,我觉得这个好像质量还行啊,好,放一边,嗯,谢谢他送我的两只笔,哇塞,这只笔值得一看,它叫汉国,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变老外了,然后呢,就是我买了一点那个活叶纸,牛皮纸的,嗯,就是放在活叶上,有时候画点画呀,然后写点字,好像说了一句废话,然后也买了黑卡纸的, 这些都很便宜了,在淘宝上买,嗯,有黑卡纸的,还有两本,有个买了三本,然后夏冬天有点零碎,我都看不出来哪个是一家的,这个时候买这个变迁纸,是从刚才这个仓服牛皮纸那一家一起买的,就顺手顺手买了,然后我之前看很多人用这个,但是我从来就没买过,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买,我这次看到我就买了一种,这比我想象的小好多, 因为我看大家贴天上,觉得好像有点,有点大的样子,不过小一点,更合我心意,我买的这个,这个有个打字机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看, 再来就是一些胶带是那个小思家买的,哦,这个也是牛皮纸那个一起,好像是牛皮纸那家买,然后小思家胶带,我之前有订几款,然后在他那,那是有好几个月之前了,所以我早就忘了我订了是些什么,然后这就从他家现货里面就是又买了一些,就像他们水行星,这样可能你们在, 这个视频里也看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样子,我也早就忘记,我订的这些东西了,这样看还不错,然后这个是什么,tree,然后就是一些树,然后这个,这个我好像是看,是不是我看点点的那个,开胶带的图件,然后就很好看,然后当时他家可以订我就订了这个,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原标,然后是小思家现在的现货,我很喜欢这个,买到了很开心,就是一些刺的那个胶带,这个跟之前那个蛮像一个系列的,还是说我买了, 两卷,不一样不一样,还好,嗯,这个看着挺好看,其实我特别不会用胶带,我特别羡慕那些特别会拼贴的人,我就是囤了不少胶带,但是一写手帐呢,也用不上什么,这看着也像一个系列的,画还蛮好看的,哎,我为什么要叹气呢,这个叫什么,Scarlet,是什么,就是一些女的的头吗,哎,这个是什么,经典手绘风黑白,就是一些手绘的那个,这个时候买的现货,这才不错,好,就是胶带,就是这些, 然后有一个这个,生通快递,这什么东西,哎,开箱开到连连叹气的,是不是只有我呀,哎呦,天哪,还没开出来呢, ,"一下,"atherine,这一家,很霸气啊,感谢您光临,本店祝您下莫愉快,"谢谢,"现在新西兰好方形熬到那个春出春了,而且感谢您的祝福,这是我买一个,哎,我天哪,就是我买了一个复古原住笔的大公司, 我觉得那玩文具的人 真的是蛮缩的 以我为代表吧 长期写字就是用钢笔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要跑去买那个圆珠笔 对我自己也是蛮无语的 长得就是这样 很像一些秘书用的笔 好看的秘书用这样的笔 知道吗 然后这个是在他家买的几个书签 这书签也是那个大鹰 有一次在群里发图 然后我就冲过去买了 真是热爱钱包远离大鹰 然后这个黑色的眼镜的 这个是一个 拆得好像空 这个很薄 其实挺好的 书签要那么厚干嘛 对吧 但是因为运输稍有一点点变形 不过我相信这么一掰 它就好了 果然是这样 这个怎么个书签法呢 就是这样夹在书里吗 可能吧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拿到手之后呢 看是确实蛮好看的 但是以它的价格来说 呵呵呵 贵了一点 好的就是这个 然后我买了两个这个书签 其实我有时候也自己问自己 我做那么多书签 买那么多书签干嘛 我又没有文化 我又不看书 唉 这个还挺好看的 这样子 哎呦 我都站累了 开个箱 然后 就是 我买了一堆布头 布头就是那种 你看这种布吧 它剩了一些边角鱼料 呵呵呵 你们心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病 你看那些扣子 呵呵呵呵 真线的 这个也是布头 这个 嗯 这种 这样的 这是某位 可爱的店主送我的 送我的分装 谢谢 也不知道是谁嘛 这个应该也是那个 哎呦 这是我买的 那个笔尖 这个叫Niko 什么那个牌子 日本 然后这些就是布头 布头 布头 各种不一样的布头 然后买这些干嘛呢 就是我准备 我不是准备自己做一些 那个火焰上用的 用那个区别针 之前金色那些 就是 把它们合在一起上 做成 比如说一个蝴蝶结 然后下面一个针 但是我看能买到的 那些蝴蝶结 都巨娘无比 就是不适合我 然后我就想自己 弄一些布来做吧 因为蝴蝶结 也特别容易 我看了一下教程 所以就是 想试一下 然后 这就是我买这个东西 看一大堆 其实这也要表现钱 好 然后呢 我就开完箱了 终于开完了 就这次就买了 这些东西 以前 开箱都是 衣服呀 鞋子呀 现在开箱全是这些 文具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德性 然后我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 那个海淘 国内的东西 海淘国内的东西的 那个体验 然后一边说 我一边再欣赏一下 我的这个啊 就是呢 我从最开始来新西兰 开始我就觉得 我太需要开发 这方面的那个能力了 因为新西兰就是 啥也买不着 或者你买着了呢 就现在比很低 尤其跟那个国内 能买到东西来比 来说的话 所以我就开始 从国内 我就随便在网上 找了一个 那个货物代理 他大概的搞法 就是他有 EMS这些东西的 折扣价 然后你就把你在国内 要买的东西 全部寄给他 他会给你他的地址 然后比如说 他叫小明 就写什么地址小明 括号转 我的淘宝ID收 比如说我的淘宝ID 叫做那个小红 小明括号转小红收 就这样 然后他就给我 把这些东西 都打包在一起 然后再寄给我 一般我就选EMS 因为EMS被税的 几率比较低 从新西兰来说的话 像DHL这些 他快 但是他主动报税 这个就 那么自觉 就受不了 所以EMS 从中国寄过来的 我还没有被税过 这一点是蛮好的 然后他打包呢 也都打包的很仔细 然后他也不管你买什么 就像刚才看到 反正他也保留 卖家的那个包装 因为一般卖家的包装 卖家的包装 会比较 包的比较严实 对吧 然后 而且他有一点好 就是我在他那 存那些包裹吧 他也没意见 他也不说什么 多收你钱 你像一些 比如说 我的日本转运 是叫Tenso的一个公司 但是他就是 更正规那种感觉 他就是 他开你一个箱子 可能不要钱 然后你要两个箱子 让他整合呢 他多加一个箱子 就要加一点手续费 那你十个包裹过去 他可能那手续费 就特别可怕了 你看我在 今天我这一箱 可能就有十几单东西 那他也不额外收我的费 我今天这一箱东西 是四公斤 他跟我说四公斤 然后收费是两百八十九 人民币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 就是你们看 想买点文具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又要等 又要花 花很多钱 但是毕竟这个邮费 跟从美国寄过来 日本寄过来 还是要实惠的多 四公斤的东西 两百八十九 牛逼就是 五六十 五六十牛逼 对 就是 我反正我觉得 我还是愿意了 然后我跟这个 婚姻公司也是合运 不是合运 合作了 合作了有好几年了 所以我对他们 也比较信任 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所以每次他跟我说 多少钱就多少钱 我也从来不去 那个跟他纠结那些 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 我觉得人在国外 想玩点文具 想玩点 想玩点文具 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在国内的同学 有时候我经常看 他们抱怨说 那个国外的文具 都要看什么什么的 天呐 我在心里就是 一万头草女马奔过 就是国内大淘宝多好 哎呦 什么卖不着 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开箱 然后我就继续去玩 我这些文具去了 嗯 下次开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因为我本人 已经彻底进入吃土状态 好了 那就 回见了 就这样 拜拜